接下來呢 第二輔 第二組呢 這一個參賽選手 他們所拿來當作他們主要扮演的作品 是一個最近非常非常夯的一個手機遊戲 這個手機遊戲呢 可能很多人也玩過 叫做陰陽師 那在這個遊戲當中呢 他們使用了大量日本的陰陽師文化 各種士神啊 各種神鬼啊 來作為他們裡面的角色 那其實也是一個蠻多人玩 可以很多人同時在線上玩的一個RPG的遊戲 非常受到歡迎 其中呢 當然有兩個非常可愛的角色 一個叫做黑童子 一個叫做白童子 他們的性格是非常非常的落差 非常非常的大 可是他們是好朋友 那接下來第二組的377 他們到底要用什麼樣的方式 來呈現這兩個角色呢 現場朋友 讓你最熱前場 歡迎第二組的參加選手 377帶來的表演 有很多人 Lud的 一些地獄 人生進出時 他們進出時 多少來支持 聼著 在大心 聖著 生來 聖著 太陽 人生進出時 有三 expres 放棄 有四物 走來 第二次才能 拿上 二人音樂 二人音樂 一人音樂 作詞・作曲・編曲・編曲 初音ミク 作詞・作曲・編曲 初音ミク 作曲・編曲 初音ミク 作曲・編曲 初音ミク 編曲 初音ミク 我愛你 What can I do? Where should I g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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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マクロオナルド 巡るトイレト キット ガッド ピーズニーナト 葛飾のホテル セブンイレブン ミルク バック ビール スターバックス 白飯 スターバックス 掌聲鼓勵鼓勵 第二組的參賽選手孫七七 來來來來 我們等一下再處理 我們兩位往前站一步 我們來進行訪問 來 跟大家 他在弄帽子 您先吧 跟大家自我介紹一下 大家好 我叫你七七 日生七七 因為的七七 哦 所以您叫七七 所以 他就是生囉 我是 因為我是生生 哦 您是生生 他是七七 你們兩位叫做生七七 好 那我們非常好奇 為什麼你們會選擇 在營養師當中呢 使用這兩個角色 來 作為今天比賽的一個主題呢 我覺得 我們兩個個性都有點像黑白龍 對 然後我們的關係也蠻像黑白龍通知的 就是還蠻好的 他們兩個之間是 關係很好 可是性格落差很大對不對 對 他們是什麼樣子的落差 是一個比較承諾寡言 然後一個就是很開朗的事情 所以 在你們的表演安排當中 有把這一個樣子的元素放進去對不對 所以你們做了什麼樣的安排 就是 中間的地方呢 就是有一個他在這邊的位置 然後 他就表現了一部比較 沒有沒有那麼感興趣 然後就這樣 所以就 然後呢 就是 想要把他叫起來 然後 因為他不會說話 所以我們一定教他這樣話 所以他會有趕到那個 OK 所以 你個性這樣開朗溫柔的白龍通知 然後 為了幫助個性 相對來說 比較 嗯 踏聲 然後 比較 稍微 陰沉一點的黑龍通知 你去帶領著他 一起來 歡笑 來跳舞 來娛樂 甚至 來教導他如何講話 這個是你們 在你們今天的舞蹈表演當中 有加入的一個 互動角色之間的一個 互動元素 所以你們兩位都是陰陽師的玩家嗎 或平安靜的玩家嗎 所以你們一定會把這兩個角色 放在你的隊伍裡面嗎 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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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所以那 就表示他們 我相信是非常熱愛他們所出的這兩個角色啦 也祝福你們 有好的一個成績啦 現在朋友再次以他們熱情的掌聲 謝謝你們 謝謝 其實我覺得組隊一起來參加比賽 是一間 朋友們之間 一起做很幸福的一件事情 那 希望他們有好成績啦 那這是我們的第二組 參賽的選手 森希希 帶來的一個演出